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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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那妳現在最想強強學會什麼呢 我要她不要亂丟鞋子 自己穿鞋子 不要我幫忙 嗯 這就對啦 我們再跟老師一起討論 現在強強還在六歲的黃金治療期內 一年的效果 勝過將來的十年喔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 早期療癒協會已成立二十年 推出公益為電影 希望能將遲緩治療的黃金時期 從六歲提前到三歲 若發現孩子有學習力不足的症狀 應盡速尋找專業人員評估 希望我們從早療協會 一起來做這樣的一個思考 那我們怎麼去促進我們家長 在整個療癒的訓練過程裡面 更多的參與 來跟我們專業人員做學習 做一些請教 那我們專業人員也給我們的家庭更多的支持 許多家長認為把小孩交給專業人員就可以安心 但其實孩子最堅強的後盾便是父母 因此治療應以家庭為中心 藉由專業人員從旁協助 讓孩子得到更完善的照護 看到孩子沒有跟著正常的一個發展發育 然後會把他忽略忽視 那像這樣的一個六歲以前的黃金療癒期 如果能夠再更早 讓他在三歲以前能夠被發掘的話 對於這樣的小朋友的幫助會是更大的 早期療癒有時效性 只要及早發現症狀並對症下藥 曼菲天使也能創造屬於自己的天空